最近很流行 關於我可能會讓你很意外的point 我國中的時候呢 頭髮師需要去打包 連起床都要去整理 甚至自己拔自己的頭髮 你覺得真的是太多了 我曾經做過 助理 其實我不大敢去觸碰兩隻腳的動物 像是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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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r來了 最近很流行 關於我可能會讓你很意外的point 所以呢 我也不免於輸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個 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第一個 就是我曾經頭髮 非常的茂盛 茂盛到什麼呢 各位 我國中的時候呢 頭髮師需要去打包 那理髮師每次剪到我的頭髮呢 都非常傷腦筋 因為他覺得說 又壁、又粗、又多 所以我曾經是很煩惱 頭髮這麼多 很 很討厭 每天起床都要去整理 甚至自己拔自己的頭髮 你就覺得真的是太多了 沒想到現在 少的可憐 第二點 關於YouTuber名稱的由來 其實這名稱很有意思 是因為我看大家都在做YouTuber 那YouTuber、YouTuber 講久了 我就覺得是 YouTuber 尤其是我 尤其是我這個是有關 突的議題 所以我就自詩為自己是 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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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非常好記 第三個 我曾經花超過一百萬新台幣 試圖想要讓自己頭髮長回來 舉凡坊間流行的藥物 深髮水 洗髮精 或是建法診所 建法機構 假髮 還有包括醫美等等 我都 嘗試過了 所以這花費已經超過上百萬元 而且我家裡的帽子 以往可能超過百頂 那其實不算什麼 有超過兩百頂 可見我多麼想要 長頭髮 第四點 我到目前為止用了幾頂髮片 我從2004年開始使用 用到現在18年 我們平均每一頂髮片 大概都是用了三年到四年左右 其實算起來應該是六頂髮片 但是因為我個人有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代表這個產業的業者 所以呢 我偶爾會不定期的去使用 或是去實驗 就我個人而言 大概有手頭上的髮片 大概有一二十頂 第五點 YouTuber曾經做過什麼工作讓你意外 我曾經做過陶晶瑩的助理 我曾經在TVBS去當過FD FD Floor Director 現場指導 也就是喊 無事三二一 Action 那這工作讓我學習到很多 包括職場的倫理啦 還有就是讓我知道 傳播人 媒體人 其實他辛苦的一面 後來我發現說 這個工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我又轉回去做業務 那做業務 這個工作讓我學習到更多 讓我接觸到更多不同領域的人 所以說每一個過程 每一個工作 我都非常的珍惜跟感恩 第六點 有沒有什麼東西讓我感覺不敢吃的 或是看到會很意外害怕的 其實有 其實我不大敢去觸碰兩隻腳的動物 像是雞啊 鴨 這一類 鳥啊 其實我不敢去碰它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小時候我非常害怕進去廟裡 看到和尚 我印象中還是會大哭 那長大之後呢 什麼讓我害怕呢 就是我開車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開國道5號 開到蘇澳端的時候 尤其是半夜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接近蘇澳港口 那個碼頭的黃光燈一打開 你會感覺好像來到了魔幻世界 心中會有一個震撼 然後會猶然而生的一個害怕 那有時候也從南往北開高速公路 經過一大鋼鐵廠的時候 也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看到鋼鐵廠 那個鋼鐵廠非常巨大 然後你開到那一段的時候 心裡也是會有一點 莫名的 惶恐 第八點 第八點 我的學生時代成績好嗎 其實我成績不好耶 但是我曾經在 專課的時候當過系學會的會長 這個是讓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當到一個領導的幹部 但你說真的成績好嗎 其實是不好 怎樣不好 它是屬於中後段 所以呢 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成績並不是代表一切 而是興趣主導你左右 第九點 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 或是讓我自己覺得很窘的狀況 事情 有 當然有 我曾經在小學的時候 六年級左右 我拿著漁網 坐著公車 48路的公車 坐到新公園 當時的新公園 去魚塘裡撈魚 當我撈到一隻鯉魚的時候 突然發現有一個人 一把把我網子抓住 赫字我說 不可以在這抓魚 哎 一看原來是警察大人 哇 我嚇暈了 急忙把網子都扔了 猛道歉 還有呢 我曾經呢 也國中的時候 在明泉大橋下面 當時還是一片田地 在那邊釣魚 哎 很難想像吧 在明泉大橋下面釣魚 這個經驗很特別 最後一點 我配戴髮片的時間 只需要三年 哎 這個 熟能生巧 情能捕捉 其實對於戴髮片來講 我現在不用看鏡子 也可以很快的上手 就如同戴眼鏡 戴隱形眼鏡 都一樣的便利 所以呢 有這頻道 我還是非常感謝 科技夾髮這個產品 以上是關於YouTube 我會讓你非常意外的Point 有沒有很意外呢 如果沒有 持續在關注我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有關生髮 凸髮 等等的問題 想要跟我互動 歡迎你點選表單 我將儘快為各位服務 我們下次見囉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